让我们知道很多的莲花童子 莲花童子不只是一位 而是很多很多位 很多很多 像这个南州 中国南州 南州大写 他出版了一本书 那书的名字就是 好像是敦煌石窟 专门研究敦煌石窟的 那里面就有一篇莲花童子研究 提到最早的莲花童子 是保益童子跟保尚童子 最早的莲花童子是保益童子跟保尚童子 很早 在历史上很早 他就出现了 莲花童子 经过 这个 我们是研究藏密的 那么大索英密教 这个西藏密中白教 大索英的传承 那是从 炎始佛 也就是本初佛 阿达尔玛佛 传给保益童子 然后保益童子 他在传 首先是在天上传 在天上传 大索英的传承 那大索英的传承 是保益童子 先 阿达尔玛佛 先传给保益童子 也就是等于说 先传给莲花童子 所以莲花童子 居然是 葬密白教 大索英法的 第一位祖师 所以 大家想想 这个真的是 但是 莲花童子 不是一个泛泛之碑 不是泛泛之碑 从本初佛 就直接到莲花童子 那大家想想 西藏 藏密 西藏 密宗 洪教 林玛派 他的传承 他是 是 到莲花童子 到这个 到莲花生大使 莲花生大使 莲花生大使 到了西藏 那时候 传的是旧教 旧教 也就是洪教 大部分来讲 还有 那时候 称为旧教 另外还有新教 分成两种 在西藏密宗 在旧教的密宗当中 莲花生大使是祖师 他传的是 林玛派的 大圆满九次第 他是祖师 莲花生大使 是在 达赖柯萧海 一斗莲花的 里面所发生的 所以他才称为 莲花生大使 不是 莲花生 莲花生就是莲花生 不是我们吃的花生 脱刀 不是 莲花所发生的 莲花生大使 他是洪教的 在藏密宗教的 祖师爷 他 莲花所发生的 那不是莲花童子是什么 所以莲花童子 是密教的 是密教的祖师爷 就已经占了两个 所以不是犯之辈 跟大家讲 所以莲花童子 所以莲花童子 便不适合 研究起来的话 那不得了 都很早 在唐朝的时候 就有这个 好像说童子在街上 在唱 唱十个 等于是童谣 十个童谣 其中有一个 就是莲花童子 见真仙 金仙 落花虚空 左右弦 唯妙天音 淫外听 尽说极乐圣诸天 这个是一个 歌谣当中其中之一 十首歌谣当中其中之一 莲花童子 见金仙 金仙就是佛了 在中国古代 所谓的金仙就是佛了 我们也称这个金仙 释迦摩尼佛 是金仙 所以莲花童子 当然是 在唐朝 你看佛教传到中国的时候 最早的时候 应该是在 唯 在 隋 隋 隋朝 在隋 隋 隋 唐 隋 隋朝 唐朝 也是很久的 那时候刚刚传到中国 你看就有这些这种歌谣 可见是很早的 很早的事情 所以莲花童子 她一定有一番的作为 在这个沙泊世界上 在救度众生上 有一番的作为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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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ecess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